歡迎收看11月11日的明報5時半新聞直播 有人申請HKER612自訂車牌被他批 散風說因為涉及暴力和犯罪活動 今天凌晨New Market有馬群在馬路上亂走 一個司機懷疑撞馬雙重不治 香港移民Tom來了加拿大一年 他考了車牌後買了車 他在Service Ontario申請了一個自訂車牌 車牌上的字是HKER612 他說他是紀念香港2019年發生的社會事件和612基金 最初Service Ontario批准了他 他亦交了錢 但之後他收到通知 他說這個車牌號碼內容是涉及暴力及刑事活動 所以不能發給他 他上訴仍然被拒絕 Tom說他除了不明白為什麼這個車牌 會被定性為暴力及刑事活動之外 他還有一個疑問 就是他過去曾經參加過 在多倫多舉行的612集會 以及日後再參與612集會的時候 這樣算不算是參與暴力及刑事活動呢? 整件事的來龍去麥 現在我們就等Tom自己來親自講述 我是用Stream A的方法 是一年之前過來加拿大這裡的 因為剛剛過了一年 就效到G2車牌 就賣了車 就準備上有個申請一個牌 去給我自己的新車 在網上就看到有一個HKER 一個香港的自訂車牌 在多倫多出現 我自己又想申請一個車牌 所以我覺得選了一個叫HKER612的車牌去申請 因為加拿大車牌有四個英文字母 加三個數字 我覺得有四個英文字母加三個數字 我都可以很低調很低調地去記念 或者提醒自己香港19年發生的事 我就在8月中的時候 就上網申請了一個自訂車牌 就進了HKER612 他們都通過了 我也都給了錢的 但是在這個9月初的時候 他就發了一封信就說 我現在申請這個HKER612 就是犯了他們一個叫做 Violence and Criminal Activity criteria 所以就不太準 那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HKER又可以 但我加612又不行 那我就寫一個email 就根據他的指示 就去做一個appear 但是那個letter裡邊 我就很濕透地說 很尊重他們 但是都想明白回 為什麼會reject 可以給一些example 或者reference 解釋給我聽 為什麼會reject 接著就在這個10月中的時候 他又再發了一個final letter 就是告訴我 你那個appear我們reject了 我們不接受了 也都沒有解釋也沒有事 沒有任何東西 就跟我說 你再選一個其他號碼 就是這樣完結了這件事 還是定性了HKER HKER 612 這個是一個 Wildness and Criminal Activity 的問題 那我自己就 因為新來 不知道這個情況 就很confused 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大家都知道 HKER是代表香港人 612我選的 就因為是一個大家很出名的 612基金 它被香港 在國安處那裡terminate 但是我覺得這個數字 都可以傳遞到大家 remind 到大家 所以就這樣這個數字 跟著我自己再思考一個問題 如果它定性HKER 612 是一個Wildness and Criminal Activity 那我過去和我將來 在多倫多參加香港人612的集會 那是不是代表也是一個Wildness 和一個Criminal Activity呢 所以我覺得 Service Ontario 需要給一個解釋 證明為什麼 這個是一個Wildness and Criminal Activity 如果不是我也很擔心 那我將來參加這個612集會 那我會不會是一個 規法活動呢 其他香港人都想知道 不是證明我 是的 我接觸的朋友 我在appear裡面 我都只是希望它可以 提供一些references 一個example 解釋為什麼 如果它是一個references 一個example 解釋到 那我都會尊重的 那我都會接受 但是 是一個條件什麼都沒有的 我覺得 我自己是一個 很不清楚的 那個範圍裡面 那我自己展示了一些問題 就說 那我過去有參加612 還有我將來參加612 是不是都是有問題呢 我不可以 代他們說任何說話 因為 我只是想 希望他們解釋 可能他們有其他他們的 meaning 或者他們覺得 HAER是指另外一樣東西 612是指另外一樣東西 我respect的 但是我想知道為什麼 就是它可以提供解釋到 會好些 是的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 不只是關乎我 是關乎這裡 一個Hong Kong community 大家都想知道 為什麼 還有什麼原因 所以我覺得我 因為我自己去申請的時候 我有責任 去為大家 或者為我自己拿回一個明白 為什麼會在這裡 我是RD Uptown總裁Helen Chin Kersher 我們擁有安省之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約客區New Market 今天凌晨發生了罕見交通意外 一個司機在馬路上遇到馬郡 汽車懷疑了馬失控 而司機在意外裡面雙重不止 意外發生在今天的凌晨2.9 現場是New Market的David's Drive 警方接報到場之後 發現失事的汽車跌了路溝 四輪潮天 司機被發現的時候 已經失去生命跡象 現場也發現一隻死了的馬 相信是被汽車撞到 當時路上另外還有20多隻馬 調查人員相信這些馬 是來自附近的農場 在意外裡面去世的司機 年約60歲 每晚為人為己 記住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勤洗手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瓦街淨水 省長福特的推特 Twitter帳號出現鬧傷包事件 令人摸不著頭腦的是 非福特官方帳號 亦獲得推特8元月費的認證藍剔 在Twitter上流傳一個 經過驗證有藍剔的福特帳號 但這個帳號並不是福特自己真正帳號 在過去幾天 帶有 的模仿帳號 和其他帳號一樣 可能支付了 Twitter簿 藍剔 訂閱 月費 和其他帳號一樣 獲得藍剔的標記 此前 Twitter被驗證為 官方公眾人物或真正知名人士的帳號 都會被打上藍剔標記 現在 在馬斯克 Elon Musk 的新領導之下 任何人每月支付8元費用 都可以獲得藍剔 惡搞福特的帳號 是建於今年8月 使用福特官方帳號相同的照片 帳號上高寫著 我不知道這個詞什麼意思 但我知道我是安省省長 我每天晚上工作到午夜 帳號用戶自擊活以來偶爾會發佈推文 但是在過去24小時裡 已經發出20幾條消息 話題多種多樣 從對教育廳長萊斯 和聯邦保守黨黨領博麗志 有關Tim Hortens 的評論都有 這個帳號還取笑其他無仿福特帳號 我的朋友除了道格福特模仿者之外 我唯一討厭的就是老鼠 臥底租人迫出 本地傳媒曾經聯絡過省長辦公室 但是未有回應 推特本周推出藍剔收費月費之後 出現大量的問題 不少用戶感到模糊不清 馬斯克今天即時撒停 取消推特這項收費計劃 明報馬經版已經全面上線 每天更新又準又快 除了詳盡的馬匹介紹 神初分析 還有馬平家為你提供獨特的提示 明醒你啦 請即瀏覽明報多倫多網站的明報馬經專頁 萬錦市幼雲間屋 在2020年2月遭遇火災之後進行重建 無林道用了三年的時間裝修完之後 才收到師傅通知 說必須將房屋的外觀恢復原狀 因為他的房屋是處於萬錦的一個估值保護區 未經批准不准跟過外觀 這間屋的屋主布雷西說 收到師傅通知的時候 還以為在這裡開玩笑 因為他的屋是1996年才氣好 為什麼會被視作為受保護的估值 在2020年遭遇嚴重火災之後 布雷西也沒有趁這個機會 幫房屋徹底大裝修 裝修工程斷斷續續持續了三年 就在裝修基本結束的時候 布雷西收到師傅通知 或屋頂的選擇、窗戶的樣式、車房門和外場 都應該由師傅的估值部門審查和批准 屋主在訂購和安裝前 必須通過估值去核心批程序 通知還要求布雷西 必須現在就改變他的物業外觀 以符合估值指納 布雷西就說 他交定制的門窗 他都是選了最頂級 根本不會識到 他間屋的所在區域屬於萬金市 四個指定的估值部門區之一 間屋的任何改變 都要事先經過師傅有關部門的批准 他說按照師傅要求 換了機槍、車房門和整個外場 會是一筆很大的開支 他認為師傅應該在他完成重建前 就應該讓他知道 他的房子在古蹟保護區裡 萬金市發言人就回應說 師傅高度重視古蹟區的保護 確保居民了解 固跡區裡的財產有關業務 或在火災撤毀了原來的房屋之後 師傅和業主緊密合作 有關部門盡一切努力 加快建築許可的審批 在批准的建築許可證圖上明確指出 需要滿足固跡保護要求 才能取得到固跡許可證 包括在訂購和安裝前 解決屋頂、窗戶、車房門和外場選擇等問題 這個發言人說 師傅雖然同情捕雷犀女士的情況 但將會繼續努力達到尊重這個地區 固跡成績的合理結果 巨額彩票不易中 但有幸運之神眷戀就可以了 安省列治文山這名華裔男子 透過網上定期購買最多彩Lotamax 在9月9日中了Max Millions的100萬元獎金 收到安省彩票及博彩公司的電郵通知 他以為是垃圾電郵 還將他刪除 直至再接到通知的時候 他才登入自己帳戶 知道自己確實中獎 現在已經為人父的男子劉冰冰說 自己首次接到通知的時候 以為是一個詐騙電郵 就將他刪除 之後自己再收到一次通知 於是就登入自己帳號 才發現自己確實中獎 他將消息告訴太太 太以為她開玩笑 直至自己去領獎 拿到彩票局給她的巨額支票 他說獎金將會用來投資子女未來教育 天氣報告及油價由華創公司特約贊助 多倫多今晚的氣溫約9度 明天的日間平均氣溫約8度 今晚的油價是1.5 明天預計會是無聲點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就藍團MIRROR紅館演唱會事故 警方今日清晨在全港多區 抓了自小四男一女 警方下午召開了案情檢博會 公佈四個被捕人 是演唱會總承辦商 藝能的職員 涉欺詐和容許物件 從高處墮下兩項罪名 和一個次承辦商 葉興隆的高級技術員 涉容許物件從高處墮下 警方又披露 藝能向康民署 虛報裝置的重量 以儘快獲批舉辦演唱會 平均各類裝置的實際重量 超出虛報的數字四倍 警方表示 總承辦商藝能 對舞台裝置有絕對的控制權 有責任保證舞台安全 但在調查邊 找不到證據顯示 藝能和負責安裝屏幕的協平龍 有採取措施來確保安全和穩妥使用 被捕的四個藝能職員 分別是業務總監項目經理和技術統籌 負責製作和向康民署呈加文件 過程中 虛報的裝置重量 其中六個LED屏幕實重9,852磅 是新部重量3,600磅的2.7倍 而燈光裝置的實際重量 是新部的4.8倍 雷射燈和資格實重 是新部的3.7倍 而喇叭裝置的實重 就是新部數據的7倍 警方說相關文件 在演唱會開訴前 才提交給康民主審批 如果如實新部 有機會要重新計劃 紅館天花成重 和重新設計劃天花裝置 會增加成本 或者趕不及第一場的演唱會 警方還披露透過閉路電視發現 攝氏屏幕在事發當天 已經出現升降故障 有協拼龍的員工進行調教 但是沒有情報過 和採取措施來糾正問題 被問到康民署、基電署 和演唱會主辦單位Makerfield 是否應該承擔商量的刑集 西九龍總區刑事部警司鍾雅倫 就未有正面回答 強調現在刑事調查中未結束 現在只是屬於階段性的成果 不排除在未來 會有更多人被捕 在反修例事件期間 曾經向時任律政司長鄭若驊 發電郵投訴警方公然說謊等 上年被停職 接受紀律言訊的律政司高級二等法庭檢控主任 黃華芬 入品高院申請司法覆核 質疑言訊中 擔任檢控和法律顧問的大律師 來自同一律師行屬於明顯偏坦 但是申請不獲言訊委員會接立 要求高院撤消裁定 法官郭浩文今天頒下潘池 撥回申請 說這宗案件沒有合理爭辯之處 潘池說 兩個大律師並不是委員會的成員 沒有最終決策權 無必要申報關係 單憑這一點 則質疑言訊的安排明顯偏坦 顯然是沒有合理理據 裁定委員會的決定 不構成明顯偏坦 潘池提到 申請人自法學學士和碩士學位 是經驗豐富的檢控主任 即使只限於裁判法院的刑事案 也必然意識到 單憑他的理據 他指稱有所偏坦是毫無勝算 甚或是瑣碎無聊或者無理纏擾 最終駁回他的申請 另外需要支付送費 法官說 值得一提的是 香港司法獨立的重要性 重申大律師是獨立執業 而保持之間的獨立性 同屬於一間律師行 並不構成偏坦 希望透過判詞 積除公眾的誤解 好 跟著一齊這部 下面這部 下面 從來我們都不是走這個路線 原因是我這幾個星期 都正在開劇 真的完全沒有機會扮靚 因為我在劇中其實是 戴眼鏡好像 戴眼鏡 很樸實 又包到很淡 我覺得今天真的有公司一個大日子 還有很多客戶 所以都特地扮靚一點 我以往都是比較少 而且都不是很性感的 先裝一下 好棒 我覺得這個更厲害 很厲害 其實我們女生很喜歡互相相濕大家 你也是很漂亮 我剛才一來到陳盈 就已經揭穿我的裙子 放假 那就扮靚 說真的 真的沒什麼機會扮靚 我沒有少 你就會很想有這些 occasion 就很想扮靚 還有今天我們是有這個團隊的顏色之分 然後我覺得大家好像 整件事很一體 因為有黑色 紅色 綠色 我覺得 情時是會大家很不同 是 這次好像有個隊形 出來 不錯 但今年是比較努力點 劇集 今年自己也拍了兩套劇 現在還在拍《再見陣面人》 又拍了《隱瞞》 有三套劇 連內地的三套劇 所以今天覺得自己也超額完成 是的 隱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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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內地 剛剛現在拍《再見陣面人》 差不多就來殺科 真的很厲害 因為你是回內地拍完 回來再拍 之前還沒拍完 所以你是要出出入入的狀態 所以其實 我聽到她的角色是很辛苦 你要去到很巔峰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你今年真的辛苦 今年輕鬆很多 我今年是大夫 我今年是大夫 我幾次幫我倒兩套劇 對 先放棉 沒有起 是不是輕鬆一點 是的 大夫就是輕鬆一點 不過其實說輕鬆 又不是真的這麼輕鬆 因為大夫很多很多那些文言文 那些很文咒咒的那些 我又說我是一個很資深的大夫 那我不可以出來 嘩嘩嘩嘩這樣說 那我想是做到完全 我是完全不需要用任何力 就已經知道這個穴位是怎樣 你又要收拾什麼中藥 就是要做到這個狀態 我真的每天回到家 可能收二百回到家 都看劇本 看著天歌才再睡那種 但是我覺得很棒的 因為這次的角色很悲慘 很多哭氣 然後那種自虐式 是我有點喜歡的 但很辛苦得來 是有一點喜歡的 你喜歡拍些自虐式的 其實我和你拍的 我都覺得你有點避虐 送星星 撐530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 撐明報530新聞直播 我們台前幕後一定會繼續努力 將新鮮滾熱辣的新聞送給大家 如果覺得我們做得好的 不妨送幾顆星星給我們異作鼓勵 辦法很簡單 只需要在Facebook網站的STARS 購買星星 然後在我們視頻的左下角 點擊星星標誌 多點聲鼓勵我們 讓我們可以用更好的設備 更多的人才 發掘更貼地 更過癮的新聞送給大家 明報530 陪你每天度過530